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看到 赶在5月底立法院休会最后一天 上海立委叶席通过了会计法修正案 引发宣言大波 继昨天民进党主席苏贞昌道歉后 今天早上7点半 服务院高层紧急开会讨论 会后马总统也向社会大众公开道歉 因为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了法案 总统指示行政院提起复议 如果后续顺利 这也将是马总统执政5年以来 第一次向立法院提起复议案 在行政院长江一化 立法院长汪金平陪同下 马总统亲上火线 针对会计法修正案 向社会大众公开道歉 今天召开记者会 向社会各界道歉 整个修法的过程 包括民意代表等人员 不当使用公款的除罪化 以及修法的时候 法条漏字的书等等 执政党确实是思考不周 也违背社会大众的期待 认定会计法修正案 尤为公平之余 未来恐怕挚爱难行 总统一声令下行政院态度转弯 预计10日临时院会提起复议案 行政院就会召开临时的院会 通过行政院的相关的复议案之后 会送往总统府 由建请总统来进行和可 复议的意思就是暂停 这个案子不算 不通过 虽然通过了 但是就停在这里 他就等于是行政院退回来 将会计法打回立法院原点 但不打算排入领事会 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 要再召集朝野协商 讨论后续 民进党也一定会全力支持 这项护议案 这一次会计法的修法 结果民众不能接受 引起社会极大争议 民进党会深刻检讨 引以为鉴 会计法修正正义 宣腾一个礼拜 强大民意压力下 朝野立委两党主席都接连道歉 接下来立法院要怎么收尾 民众还得睁大眼睛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正想成会要张明竹 张之轩 台湾台北台湾报道